目前已經造成了 至少89人死亡 現在多數的火勢 是已經控制住了 最新的逃難影片 也曝光 一家人開車要殺出活害 但處處都是大火 車怎麼轉都不對 喬娜的聲音聽起來 越來越無助 幸好電影班的瘋狂逃命後 喬娜一家人 最後順利跑到了 海邊的岩石上避難 不過事實上 不少逃去海邊的人 也不一定向他們幸運 當地一郎老闆威藍表示 當時他騎重機逃命時 目睹許多開車的人 被困在海邊 和火爽中間 蜻蜓之下 乾脆選擇跳海 很多人不太遠 然後有些人 也死了以煙泡泡 他們只是被淹淡了 夏威夷貿易到小鎮 拉海那爺 火造成多人喪命 房子建築 幾乎全被火燒了金光 已經回到家園的居民 嘴上掛著笑容 但表情背後 卻看得出 只有滿滿的無奈 火炸了整個地區 這座小鎮幾乎被移平成了當地史上最嚴重災情 當局事先卻沒能及時警告居民 對於警告沒想會再進一步調查 但復原工作初步估計 政府至少要花上55億美元 重建之路恐怕還得面臨不守挑戰 TVB的新聞懂嗎 金頭看到了歐洲 烏克蘭反攻 雖然說進度慢 但是在南部的前線 還是傳出了捷報 在扎波羅熱村莊周圍慢慢的推進 不過在東部的戰場 戰局還是僵持不下 藏在樹林之間 來自波蘭的龐然大物 U5毫米口徑 AHS切勢自走炮 連續發射炮彈 對準幾百公尺外的俄軍 北約援助重型武器 每天都在烏克蘭前線運作 但很快地 俄羅斯坦克 炮彈回進 大部分時間 俄烏兩軍就這樣 用炮彈互射 被派往前線的 烏克蘭電視台女記者說 她根本只能趴著採訪 彈後軍飛彈對準的 往往不只有軍人 清楚看到 飛彈越過頭頂 炸波羅熱飯店炸毀瞬間 小朋友嚇壞了 幾小時後 換基辅警報大作 根據烏克蘭說法 俄羅斯發射四枚 極硬素匕首飛彈 防空系統只攔下一枚 只是烏克蘭總統 泽倫斯基 同一天有重大宣布 開除所有徵兵中心負責人 因為傳出全國至少 112起相關貪污彼案 這不是俄烏開戰後 第一次大動作速刊 除了戰場俄軍 這輪司機還得提防自己人 TB新聞 綜合報導 講到烏爾戰爭 最新消息是 銜接克里米亞 還有俄羅斯跨海大橋的 克赤大橋傳出遭到了攻擊 更多訊息我們請教記者柯信怡 好的 來看到 其實從俄烏開戰以來 長達19公里連接 俄羅斯跟克里米亞半島的 這個克赤大橋 一直都是烏克蘭的攻擊目標 現在俄羅斯國防部是表示說 在星期天的時候 烏克蘭又使用了兩枚 這個S200的火箭氣突襲 及克里米亞大橋 而且讓這個大橋 是一度禁止通行 之後又重新開放 不過好在 俄羅斯的防空系統作用 空中攔截 所以沒有造成任何人員 或是任何的損失跟傷害 不過同樣 俄羅斯國防部又表示說 在克里米亞半島附近 也擊落了20架 來自烏克蘭的無人機 主要也是靠著 他們的防空系統 還有所謂電子作戰來制服 所以現在俄羅斯戰爭最新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 烏克蘭對於克里米亞半島這邊的攻勢 似乎是有加強的 分析師就表示說 主要也是因為他們想要切斷 俄羅斯的軍事設備 還有後勤補給 這個在整個烏克蘭的反攻行動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近日烏克蘭無人機 也是頻頻的直逼莫斯科 黑海軍事港口 過去俄羅斯談論的八月詛咒 似乎又回來了 我們再請教順宜 好 另外也可以看到 俄烏開戰至今 其實現在這個戰線 也不是只有在烏克蘭境內 也慢慢推進到靠近俄羅斯的地方 首先烏克蘭是使用無人艇 夜襲俄羅斯的黑海登陸艦 另外烏克蘭的無人機 也打到了諾斯科近郊的地區 這些都顯示出 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攻擊 是日趨上升的 而且也把這個戰線 慢慢推到俄羅斯地區 現在CNN就有一個蠻有趣的說法 他們說過去俄羅斯 其實都在談論一個叫做八月詛咒 也就是說在八月的時候 常常會異常的高頻率 發生一些事故 恐攻事件 甚至是戰爭等等 但是這個八月詛咒 原本好像已經被遺忘了 甚至很多俄羅斯人認為 是被解除了 不過在今年看起來 似乎又再度出現 那俄羅斯民眾是怎麼看的呢 其實現在俄羅斯境內 當然有很多民眾 是越來越反對這場戰爭了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在八月 征兵中心這邊 遭縱火的頻率是大增 一週以來是20多起 可是俄羅斯的官員 好像不太願意承認這個事實 甚至他們還認為說是 這些人是遭到烏克蘭的特務欺騙 才會進行所謂的縱火行為 那現在就有消息人士指出說 其實克里姆林宮 只是不想面對事實 只是想要掩蓋這些不滿情緒 因為看起來 俄羅斯境內的民眾 對於這個戰爭不滿的情緒 是越來越高漲 歐洲才剛剛擺脫對於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不過接著又傳出價格還是會被推升 為什麼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信儀 那樣我們知道戰爭當然對於全球經濟也有所影響 最近這個能源的一些疑慮又在一起 首先就是在天然氣的供應憂慮上 因為我們知道俄烏開戰的時候從2022年開始 其實普京他就把俄羅斯豐沛的能源資源 武器化當作是一個武器切斷了對於歐洲大部分的供應 因此歐洲只能找別的國家來增加所謂的 異化天然氣的進口 那把俄羅斯的這個比重從28%降到只有6%左右 另外這個跟別的國家進口異化天然氣的比重 是從35%提高到48%將近要一半了 那主要這個異化天然氣比重進口的國家就是澳洲 不過最近澳洲卻因為生產商因為勞資問題 他們出現罷工的情形 因此大家就很擔心說 這對於歐洲液化天然氣的進口 是不是會產生影響呢 其實從股價上面來看就可以看到 在8月9號上星期 這個盤中是一度上漲近四成 之後連續兩天又下跌 下跌了大約一成左右 所以分析師就表示說 目前看起來整個歐洲液化天然氣的儲備水平 是大概90%左右 但是市場不穩定 接下來看起來如果冬天又要到了 冬季的需求可能會很難滿足 另外在整個液化天然氣的價格上面 可能也會出現翻倍 甚至翻到三倍的情形都是要小心的 好 關心完今天的國際大事 也邀請觀眾朋友們 可以拿出您的手機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TVBS的新聞APP 為您掌握最新 最快速 最及時的新聞推播 想見 如果說我們的車輛大ifs 我們要收亂再加 好 妳要用 還要 materials 不要開 吃 desce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